变成比特币其实是把比特币变相变成能源货币 因为全世界的所有的货币定价都是用按能源定价的 美元定价石油于是定价了美元成为世界货币 我们现在用比特币来定价能源 其实也是把比特币往下一个维度打 也要搞到十万亿美金 甚至再往上走搞黄金的市值的话 你必须往一个新的叙事上走 就是气能 碳白霸 中国其实还是有可能回到比特币挖矿世界控制权的 就是叙事结构的 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气能 中国的发电量是占全世界45%的发电量 全世界现在新增的发电总量 全世界的量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 中国还要再建 再建就是很大体量的发电量 中国也搞新能源嘛 这个在增长的发电量也是吓人的 全球发电量如果将来55%以上是在中国 那就牛逼了 迟早挖矿要回到中国 比特币的终极采矿权 现在比特币不只是挖矿 就是挖那个比特币的奖励 减半的那个奖励 还有是这个你看打名门 Layer 2 这种支付手续费 这个生产要起来更吓人了 矿工现在都赚嗨了 对对对对 就这个逻辑 对现在你每个区块银挖6.25个 对吧 但是你名门上面产生手续费大概就是6到8个 对对所以他很爽的 这种财富效应就使得矿工会去支持这个生态的更好的费材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群 良性群 当然当然可能名门会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就是说会堵塞网络交易 对这个我知道 但是当二层起来是解决了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那个弹的 就是他就提出来说 专门做一个二层 然后给大家去挖名门 对对 我估计这个名门呢确实很多啊 也堵了网络 可能以后还会持续堵着网络 但是呢如果二层起来 闪电网络等等等等 包括你们的这个RGB起来以后呢 这个新的这些叙事 新的一些币发行都都应该不会在名门 audino协议上也不会造成堵塞了 audino协议上面只会留下那些最贵的那么一两个头部 是吧对剩下的大家都会往这方面转 这这个是趋势必然 对但现在因为大概还有多长时间这些在上线 我觉得正式上线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就是他能够非常稳定的让大家重来做需要 因为你即便测试网出来以后 你审计其实需要半年时间 是是是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而且上面还要要开发大量的开发工具 当然包括他现在的那个语言是用Rust 其实对门槛挺高的 然后但是他已经规划了一个叫contractant的一个简化版的语言 对那个语言的话也是需要把他打到转弹主 对所以说还是需要很多的工作量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需要挥钱挥人 然后来干这个事 但是比特币现在有了财富效应之后 就会大量的有人愿意投资 愿意去做这个事 对 就是说他会比想那么快 对比想那么快 现在的钱来自哪呢 现在钱来自于之前炒明文赚到钱的人 已经看到了下一个是二层的机会 于是拿着已经赚到的钱 回本的钱 是吧 接着又投二层 继续搞 继续 因为他有财富效应赚完钱了 就像我们在以太坊上赚的钱 拿以太坊干嘛 低着投 是吧 就投了以太坊二层 现在的逻辑差不多 只是这个时间周期 不像以前搞了四五年 没错 缩短了一下子把测试网络 所有在测试网络搞过的事 我们在一年之内就可以搞完 因为他的技术环境也不一样了 你现在AI也很强 对吧 就是现在那个很多 像我们团队 我们的一部分代码 我们是AI写的 对 然后就是所以说 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测试的工作 其实也有AI可以去帮忙 对 这里面就是就 呃 那个就是原先的工程师的压力 会变小 工程师更重要的 实际上是要去把握整个架构的 架构设计 对设计 然后你甚至足够正确 然后代码 但Ross的语言本身就是个很安穷的语言 你很难用它去写错一行代码 对对对 你看现在整个名闻 呃 因为只 现在这个名闻赛道 看出来 因为大家好多发币也都用名闻来发 对是吧 呃 很多那个二层的项目 直接都是先把名闻当成 ICU币的方式去募集 以及发售 所以呢 其实现在的整个交易 名闻的整个市场 才刚刚起 但是现在能看到的是 赛特一个币市值 是 是 是奥迪加上所有币市值的总和 对 就是一个币的市值15亿 其他的币加在一起15亿 对啊 总共才三四十亿的市值啊 对 就是说其实还不大 整个对比比特币两万亿美金市值来说 这个刚刚起 对对刚刚起 刚刚起 但是我能看到的就是 这些这么多开发者 是吧 呃 跑步进场 那个 谁能 谁能 对 谁能跑出来 对 还得看速度 对 还得看社区共识 对对对 你们觉得你们那个项目 怎么做到社区共识 呃 刚过来 我们这个其实现在呃 验证了好几个点 就是之前PPRGB 他们其实一下就验证了这个 大家对这个事情的那个社区的 的程度 嗯 我觉得社区共识里面 因为我们原先从外卖过来 然后当我们在币圈荡漾了很久 对 然后基本上我们其实已经 流量是比较大 然后对 一方面我们原先就构建了很多 我们有做开发的神圈的学习 然后又做这种就是流量的源 就包括文艺 很多 包括当哥他们必须做 这个流量社区的 对 我们其实呃 本质上我们在一开始立项的时候就在跟生态的各个生态上合作 那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生态做的比技术还要做的好一些 嗯 对对对对 这因为大家我们从今年年初就疯狂的步道 然后那个从年初跟大家讲成是RGB 第一次大家说红绿蓝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鬼 对到现在呃市面上能搜到的颜报 基本上都是我们 然后我们跟水智资本 然后我们当时写了大量的颜报 对 我们跟我们今年从8月初的时候开始融资 然后我大概聊了90多个机构 然后我跟每个机构都这么聊 你如果看好就知道你拖钱 如果不看好三个我们一起出个颜报 嗯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研究这个事 对 然后大部分的机构他们没拖钱 他们就支持我们 所以说我们发了大量的颜报 哦 然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做了一个步道的工作 很多人就会呃 我了解到什么是RGB 哦这个东西原来这么牛逼 然后钱的那么大 对 然后呢 我们又去跟呃生态去发颜报 对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样其实是个反推逻辑 你生态 我给你做颜报的同时研究的同时 他就会告诉我他的需求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技术 是不是走错了 还是说怎么样 他反推我们 我们不许我们去在技术某一点是不会错的 对 我基本上就是倒看的这件事 倒看 对对对 倒看 对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的生态 其实呃 现在的这个生态的这种力量 是远大过于我们这个技术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整个 因为我在美国 但是我看不到太多的这个比特币生态的大量的 创业团队都比较 就是慢 节奏慢 慢 也就是低道 而且做的更基础的东西 对 那你看到的中美之间的这部创业者 嗯 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 嗯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 在比特币生态这个领域 对 呃 我觉得美国这个地方特别典型 特别特别棒的一点 就是像 Vlogstream 然后还有啊 好几个有些像那个 Dipsey Magazine 他们所有的这些团队 他们就非常克制 克制 我觉得对 我觉得 比特币社区的文化 虽然大家都会呃 非常的free 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神嘛 他只有一本圣经 叫 IT书嘛 因此大家都可以去 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这点特别呢 就是呃 你说你的协议好 我也说我的协议好 然后他有他的协议 然后正是有的这种文化 使得有大量的创新在上面 然后这种创新又互相去 PK的时候 慢慢去迭代出来一个新的 就是在美国里面 给我们传来的很多 但华人这边就是 更多的是什么 就是你从0到1建设做好 我觉得华人这个地方 可能因为我们的基础科学 没有他们强 因此在这个地方 给他们创新 但是你把这个东西 只要整明白 那我们叙述的 把它做到应用节 然后让大家 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人 那绝对是我们是天下无敌的 没有之一 对 从1到1 对 而且能看出来的 比方说Audio的协议 它只是个协议 它不发币 就不发币的 它是不发币的 嗯 但是社区呢 自己发了币 嗯 啊 对 就是像 ZET这个币也是 对 是吧 发出来以后 大家都认为是个玩笑 对 都没人打 是吧 打6个月 打完了以后 反而大家发现 哎 这个靠谱 去中心化 没无神 对 没有中心团队 反而起来了 有时候就是说 社区反推 也是一件 对 一件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模式 是吧 对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人 来宣传这个名文 然后要把这个热度 还是要给再推的更高 这样的话 其他的生态 才能跟得起来 嗯 哎 你对我有什么建议 我应该怎么做 不敢给宝哥建议 哈哈哈 建议建议 我这次 我去 首先是 就是这个这个 可能还是基础 知识不够 就是学历也不够 所以呢 这个 宝哥认知很牛的 认识 我们要有你这个认知 我们早就跟你一块去玩了 没有 就是 但是呢 就是我现在发现 就是年纪稍微大点 都有点跟不上 B圈的 其实大饼的持有者们 普遍年龄是80后 70后 学习速度有点下降了 很正常嘛 年轻 年纪大嘛 是吧 在B圈里面 我们跟着你们年轻人走 就是说 但是确实我跟身边的人聊 他们好多人跟不上 他们说 我这炒迷文 这个 就是就又要割韭菜呢 是吧 但是完全不是一个 还在原来那个ICU的逻辑里面 转转转转转 他们已经跳不到这个二层是什么 他也不理解 就像我应该 因为我能触及到这帮人 是吧 就是因为比特币 币圈这么大市值 大概有两千多个家族 或者家庭 甚至就是两千多个人的老婆 持有了这么多的币 都在他们帮人手上 是吧 但他们呢 比较年龄 就是已经拿到大结果的人 都比较慢 是吧 但我能触及到他 我能影响到他 我该怎么做 用最通俗的话 因为我现在炒迷文 他们风沫不起来 知道吧 就是风沫不起来 因为赛特已经 我都给他拉到15亿美金了 还没感觉 他们也没感觉 他们觉得 我自己也有15亿美金 你这个市值才15亿美金 他们没有冲动 知道吧 因为比特币市值是两万亿 接近已经快到两万亿美金 他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会风沫 什么东西都能让他们打动 我先说一个框架的东西 我觉得短期内 一定是大家要去关注明文 中期的话 一定要去关注 各种Nair2的迁移 还有车辆的一些项目 就在DFB身体上 长期看RGB 中长期看RGB 中长期看RGB 对 短期一定要去关注明文 对 这个是这么一个框架 那我觉得现在没有关注到明文的 包括其实如果后面真的在比特币上升出了一个Lair2 专门做明文的话 那这个热度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大家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你就是至少 你一直要有一只耳朵 一个眼睛在盯着这个塞道 不能够放弃这个塞道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确实是 大部分的吃大饼的人都是拿大饼不动 对对对 不管风吹浪打 是吧 这个他们还是拿着这个比特币不动 对 是真心菜